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你会对将来的你有一点迷茫 有一点好奇 所以我们今天一起来看一看 五年以后的你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状态的你 对 那还是一样 我今天准备了三组牌 分别是一 二 三 用你的第一直觉去选择一组牌 选好的朋友可以下拉到下面的评论区 那边有时间节点 那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OK 我们先来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看一看五年后的你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Night of Cups The Star The Fool OK 首先我连接到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单身 或者是说你正在期待你的灵魂伴侣的出现 或者是你现在没有小孩 你正在等待着有小孩 我看到五年后的你们正在跟小朋友在一起 就是很开心跟小朋友陪伴他的成长 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画面 所以我先把这个讯息带给你 对 我等一下会再帮你去看一看 如果说你是单身的话 我会帮你看一看你的灵魂伴侣 他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对于其他的朋友们来说 对 这个讯息可能有一点比较个人化 可能只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比较有针对性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朋友们来讲 我看到的另外一个景象 是在接下来的五年之后的你们 我会看到一些 有一点像浮浮沉沉的变化 那我的意思是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在这五年当中 你可能会经历一些变化 这个变化是让你的情绪受到波动的 我说的这个波动 可能不是那种很小小的一个事件的波动 而是说你可能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事件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 让你需要去疗愈 需要去疗伤的 那这件事情是它会影响到你的情绪 让你觉得很低落 让你觉得很难跨越 这个是我看到的选择第二组 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们的第二个景象 那这个是跟情绪方面 我会看到 你们会有一点 就是带着那种 忧伤的情绪在那个地方 那可能这件事情 它已经 这件事情它现在已经在开始 在你的生活生命当中了 只是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内 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功课 那我虽然把这个讯息带给你了 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 可是我想要说的是 你不要感觉到很害怕 或者很担心 因为这个不是说 我现在把这个讯息告诉你 它就没有办法去改变 而是说 你点进来看这支视频 你有了心理准备之后 你从现在这一刻开始 它就是可以去做改变的 我们永远都是可以去改变 我们想要的未来 因为我们每个当下都是在创造我们的未来 所以你不要担心 不要过度的去担忧 我现在传递给你的这个讯息 那另外的话 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 在这五年里面 当你去疗愈好了 你过往的一些情绪上面的东西 有很多情绪的功课 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 不仅仅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会有一个大大的一个波折 那这个波折也不是针对选择第一组排的所有的朋友 而是说不管这个情绪上面的卡点是从过往以来 就是你现在已经拥有的 还是之后才会遇到的 不管这个情绪的这个波动是在什么时候被创造出来的 那我想要告诉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 你会去看到它 你会让你的 尤其是在你灵性成长的方面 就哪怕你不是走灵性这条道路的 你可能只是做一个自我疗愈的方面 你会自我疗愈的非常好 你会让你自己的内在和外在的达到一个平衡 而且当你去看到了你自己的 就是去正视你自己这一块受伤的部分 去疗愈它了之后 宇宙跟我讲 你的所有的显患就会成功 而且我看到的是 你的内在小孩他会非常的开心 他会知道说自己接下去的路是无所畏惧的 那对这个是选择第一组排的朋友们 那我刚刚说我要来帮大家看一下 如果你现在是单身 你接下来会遇见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这边看到的是 Campcoins OK 那这个人的话 你们会很幸福 会组成一个家庭 那这个人的话 我看到他 他会是一个 不是说他年龄比你小 而是说他的心理年龄 他是一个很有童真很有童趣 就是很会逗你开心 很像一个小孩 就是很开心很活泼的一个人 不管他是男生女生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 他不是那种很老气沉沉的样子 那但是我也没有说他是他是不成熟的一个人 他是成熟的只是只是说他还是带有那种童真童趣的那个部分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连接到他是巨蟹座 对 有很多巨蟹座的能量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接下来五年里面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的财富能量会是如何的 OK 7 of Pentacles OK 财富能量 看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的财富能量 会需要 还是会需要一个累积的过程 会需要一个 不断去 不断去 可能你会觉得会有很 很多的等待期 很多的 就是冲在前面 往前冲的那股能量 我会觉得这接下来的五年是一个慢慢的成长的过程 他不是一个说你今天做了一点努力 明天他就会突然之间累积一笔财富 不是 而是说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你是慢慢的成长 慢慢的累积 不管你是做投资的方面也好 还是做正常的工作都是一个慢慢累积的过程 那宇宙在讲说 当你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当你有这个耐心 有这个耐力 继继续往下走的时候你就会获得成功 所以选择第一 一组牌的朋友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不要太着急 稳稳的一步一步的慢慢走 慢慢来 不要把自己 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压力 你是很稳的一点一点的正在往前进 所以宇宙一直在跟我说稳稳的往前走就好 就是有点像脚踏实地的一点一点的 宇宙看到你的付出 不管你付出了多少 你终究是会有回报的 只是这个过程可能不像你想象当中 或者是你所期待的那么的快速 但是你会有最终的那个结果 你会获得成功 而且是非常大的成功 对 这是我们的财富能量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已经在创业的朋友 或者是你即将要开始创业的朋友 我想告诉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 你可能已经一直一直努力 比如说你已经努力了三年四年 可是等到第五年的时候 最终的那个结果 你所期待的那个结果 它即将要呈现的时候 你在第四年的时候放弃了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你可能在前面的四年 一直都看不到一个非常大的 起色也好 或者是飞跃也好 但是你要相信你正在走的这条路 你正在做的这些事情 它是最终会给你带来那份你想要的成功的 而且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 你们有很多 很多人是在引领你们的某一个专业领域的路上面向前走的 而且你们会有一定的知名度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 不怪你是做什么事业 你们会累积一些人跟随着你们 OK 来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宇宙想要给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 possibilities 相信所有的可能性 相信一切皆有可能 所以如果说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 你有任何的梦想 你就大胆放心的去做 包括我刚刚在最开始讲的 如果说 awareness 如果说你现在正在处于一个 比如说情感的低落期 你要相信你是能够走出来的 这个低落期 这个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它不会持续的很久 所以你要相信你自己 相信宇宙 它会带给你所有美好的 所有你想要的东西 它都会是属于你的 都是有可能的 那awareness 我想说的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 去看到你的情绪 那我一直都在强调说情绪这个部分 因为对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们来说 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看到情绪要怎么样去看到 我并不是是说 你看到它了 比如说你有愤怒 你有生气 然后你看到它了之后 你就把它推开 你就说你不要过来 我不喜欢你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说当你看到它了 你就只是看着它而已 允许它在那个地方 但是你不要去 触碰它 或者是说你不要去 远离它 而是说你什么都不要去做 只是正视它 你只要坐在那里 只要看着它就好 你什么都不用做 对 那这个是 我想要告诉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 那尤其是如果说你有一些 我们所谓的负面的情绪出来的时候 我想要告诉你的是说 不要去 压抑它 不要把情绪压下去 说好我没事 我不生气了 因为生气是不好的 那你只是把它压下去了而已 并不代表说这个生气 它真的就走了 而是它倒进了你身体里面的垃圾桶里面 所以 不管是什么样的情绪 我们都 谢谢它来 看着它 就好了 Pentacle Respect 你们会有财富的能量进来 会有一个 但是我想说的是 你们有很多 Earth sign 就是跟土地 跟大地 有关联的 跟 很实实在在的东西 有关联的 一些能量 在你们的身体的周围 所以选择第一组派的朋友 要去 为什么刚刚前面我就有提到 说要脚踏实地的 现在 宇宙在此刻告诉我 要去跟 大地做链接 能够帮助到你们 去积累财富也好 去积累经验也好 去一步一步的向前走 稳稳当当的向前走 要有耐心 不要害怕 不要担心说 看不到 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 你只要 走现在的 脚下的这一步就OK了 你不需要去 想着第二步怎么走 你只要走第一步就好 因为接下去的第二步 第三步 宇宙会带着你走 对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 第一组派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了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Bye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二组派的朋友 看一看在接下来的五年 你们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OK Full of cups The high priestess Death Queen of coin Emperors OK 选择第二组派的朋友 首先我想告诉你们 我接收到的一个讯息 我接收到的一个讯息 五年后的你们 你们很活跃 那宇宙展现这个状态给我的意思是说 在五年后我看到你们会是一个 如果说你现在是一个讲师或者是一个演讲者 我会看到五年后的你们会站在某一个公共场合上面去讲话 那对于另外一些朋友 如果你不是讲师的话 我会看到 你会吸引很多公众 就是你会是一个公众人物 你会吸引很多眼光 这个是我看到的部分 那另外的 如果说跟这些都没有关系的话 选择第二组派的朋友 我想告诉你的是 从现在起 不管你什么时候来看这支影片 从现在起的之后五年 你会经历一个蜕变 这个蜕变是跟你现在的你完全不一样的你 五年以后的你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 可能现在的你会是一个 我举个例子 可能现在的你是早久晚午的打工 打工者 那五年后的你可能就会去做一个 你一直都没有 完全没有想过你会去做的一个行业 去做的一份职业 你会走一条完全不一样的道路 比如说你本来是做 会计的好了 然后你突然之间可能就去做 自伤师 疗愈师 或者是说你 可能你现在没有工作 你一直都觉得 我到底应该去做什么 你不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那我会告诉你五年以后 你会非常明确知道说 你要的是什么 你五年以后会走在你自己的人生使命的道路上面 而且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如果说你对灵修 灵性的东西感兴趣的话 你在接下去的这几年里面 你的灵性成长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 那这个突飞猛进的过程 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是怎么样去让它形成 就是让它实现的话 宇宙跟我说你从现在起就开始抽时间去做冥想 去让自己沉添下来 去连接宇宙的能量 去连接高维 那种高 高频率的那些能量 你会发现你其实原本就拥有这些能力 那五年后的你会 你就会直接从 可能你某一天你就突然之间就直接从宇宙接收讯息了 对 这个是跟灵修有关的 那财富方面的话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财富方面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直接的 你们会 不会缺乏 不会缺乏 我想说的是不会缺乏 而且你们会有跟 如果说你现在跟家里的女性长辈之间有一些 问题啊或者是还没有解决的部分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 你们会变得比较融洽 而且你会知道说要怎么样去跟 就是运用你的女性能量 如果说你在听的你是男生的话 我也想告诉你 这个部分也不是说跟你一点关系也没有 因为我每个人身上都有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 也就是说在 如果说你是一个女生 你的女性能量 她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 你能够去滋养 如果说你有小朋友的话 你会知道说怎么样去滋养小孩 那如果说你没有小孩的话 可能你正在想要小孩 那在接下来的五年 你会有怀孕的迹象 那如果说你这些都不符合你 我会看到你这个滋养的部分 会运用到你的工作上面 会运用到你的事业上面 那如果说你是男生的话 那这个女性的能量你也会运用的很好 你的男性能量和女性能量会达到一个非常平衡的状态 那为什么女性能量它对我们来讲 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因为它是跟我们大地母亲直接链接的 我们大地母亲它就是一个滋养的能量 所以当我们这个滋养的能量达到一个很棒的状态的时候 我想要告诉你这个时候你的财富能量 还有你的安全感它是不会缺乏的 它一定是很棒的 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另外一层 另外一个部分 对你们会接下来会很丰盛很富足 很开心 对如果说你现在正在想要怀孕的朋友的话 接下来 其实也不用到五年啦 接下来很快就会有怀孕的迹象 接下来的一年 明年就会有 我再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给到我们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会有一些东西可能你现在看不清楚的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 它会让你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明白 尤其是在你转变的 蜕变的过程当中 蜕变的过程当中 它会让你看得很清楚很明白 那如果说是你是有家庭的人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如果你是已经有家庭的 我会看到你跟家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和睦的 你会把小家庭做的就是打理的非常的幸福美满 你会很享受和家人相处的时间 看一看我们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工作状态 我们的工作会如何 你会开展一些新的计划 那我会看到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有一些东西 旧的东西 它正在退出你的人生舞台 你开始经历一个转变 一个全新的部分要开始进来了 那旧的东西它开始要清理出去 我会看到你接下来可能会经历一段比较忙碌的时期 你会扩展 扩展你的事业版图 或者是扩展你的人生蓝图 但是我想说的是 这个中间过程它并不是很好受的 所以我不是说你的蜕变 或者是这个旧的东西它的离开 新的东西进来 这个过程是 很顺利 一点都没有 就是让你觉得 就自然而然它改变了 不是这样子 而是说 这个中间过程会让你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那这个不舒服的感觉 可能会引起你的抵触 或者是让你觉得很恐慌 让你觉得看不太清楚 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让你变得 就是不希望这些东西进来 不希望有改变 那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们 我想告诉你的是 这些改变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但是我也想要告诉你的是不要害怕 不要去阻挡它 不要觉得 我应该怎么讲 就是go with the flow 就是你让这个能量进来 你只是去迎接它 只是去经历它而已 让我们的小我往后退 这样子你不会有太强的那个抵触感 当你没有那个太强的抵触感 想要去改变它的时候 想要去控制它的时候 其实那个困难 它并不会像你想的那么的大 接下来的五年会有很多的机会进来 在工作上 事业上 你会找到你的热情 热忱所在 你会是一个leader 就像我刚刚最前面讲的 你会是个leader ,好棒哦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 你能够发挥你的所长 运用你的所有的长处 而且你没有天使的祝福 你的灵性成长会有一个很大的飞跃 非常非常大的飞跃 那太阳牌 一切就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 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OK 我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样的更多的讯息 给到我们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rebirth 我刚刚就说了 我们会重生 我们会蜕变 我再一次得到宇宙给我的讯息 high princess 你们有两个high princess 所以你们的 除了我刚刚讲 会有怀孕的讯息进来之外 还有一个是你们的 自觉力 会有非常非常 真的是 我现在讲这句话 我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会有非常powerful 如果说你对灵修感兴趣 现在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的时机 去做大座冥想 每天五分钟十分钟都好 去开启你们的灵性能力 那如果说对灵修不感兴趣的朋友 我会觉得你们也是会被呼召到这条路上来的 你们已经在被天使召唤了 已经有天使在召唤你们了 可是你们可能还没有察觉到 或者是没有留意 去感觉abundance 去感觉一下你们的内心 你们对灵修这块感不感兴趣 celebration 所以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灵修这条路 是你们的 人生使命 是你们要走的路 那这条路 它会不会成为你的 专业或者是会不会成为你唯一的职业 不一定 可是内在的探索这条路 就是你要去走的这条路 你会在这条路上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找到你自己 当你真正的找到你自己 看到你自己 活出你自己的之后 你会获得无限的丰盛与富足 你会为自己而起舞 对 所以 这个是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希望我的解读可以帮到你们 那 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bye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 三组牌的朋友 看一看五年后的你们 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the hand of men king of ones seven of ones eight of ones eight of ones ok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首先我看到的 你们被粉色的能量包裹着 那 会有很多 如果说你现在 正在寻找你的另一半 或者是你对 在感情的部分 有一些 想要知道的更多的话 我会想要告诉你 你接下去 会遇到一个 你非常适合你的伴侣 对 可是我现在因为它是一个 就是我们的大众占卜 所以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它是不是 它是最适合你的 那个灵魂伴侣 但是我会看到 有非常多粉色的能量 围绕着你们 尤其是现在在单身的朋友 单身状态中的朋友 对 有很多很幸福的能量 在那个地方 很甜蜜的能量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朋友们来讲 我会看到你们 可能现在目前 就是在这个 接下来的五年的 前半段 或者是前三分之一段 或者是这个 已经现在 目前已经在经历了 我会看到你们一个 比较长的等待期 这个等待期 可能是你们正在等待着某一些 就是你正在寻找你真正感兴趣的部分 你正在等待那个最适合你的人 你正在找一份工作 你一直都处在一个等待期 那在这个等待期 现在宇宙在跟我讲 这个等待期 它会在 接下来的一年到两年里面 它会结束了 你会在这个一两年里面 你找到了你真正的热情所在 你知道你要去做什么了 你找到了你的目标和方向了 你会为之而努力 为之而奋斗 而且是 会 拼尽全力的去努力奋斗 我会看到这个 这个拼尽全力是 你不会觉得辛苦 你不会觉得有 你不会觉得有压力 而是你会充满着热情 因为这个方向 这个目标是你真正想要去达成的 你是想要去做的事情 而且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 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个晋升的机会 我也看到了这个机会 那另外的话会有很多新的 新的其他的机会进来 比如说你可能会被外派啊 或者是去国外去做某一个项目 或者是说你可能会去派去组建一个新的公司 那另外的朋友的话 我会看到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 你们会会有很多朋友出去旅游耶 可能是疫情已经没有这么的严重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会到处去跑一跑去看一看 让你们觉得可以发挥 就是可以给你们带来很多的灵感 很多的创造力 这个是我另外看到的部分 对 这个是我看一看还有什么样的部分 选择第三组派的朋友 7 of cups 会有很多的选择 选择第三组派的朋友 那宇宙刚刚跟我讲 因为有很多的选择 就像我刚刚讲的 所以你们要去 可能会有一些迷失 因为选择太多了 而且会有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那种三分钟热度的部分 在那个里面 所以宇宙在跟我讲说 有热情是好的 但是当这些选择给到你们的时候 你们要去问一问你们自己 哪一件事情是你们能够真正的长久的坚持下去的 而不是说做一下又去换下一个事情 对宇宙一直在跟我讲 会有很多的机会进来 你不要担心没有机会进来 不要担心没有事情 可是这个选择 是需要你去思考的 不要太急的就下手去做 不要太着急的就下定论 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做的 而是说先去看一看 先去整一个大局的去考量一下 然后你再出发 然后你再去 比如说有些机会给到你 可能是需要你去投资的 可能是需要你去花一些成本下去的 等到这个时候你再去花那个成本 包括如果说跟情感有关的话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可能会有不同的人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 而且是同时间可能会出现好几个 所以宇宙在说 当这样子的情况出现的时候 静下来 沉淀下来去感觉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然后再做出选择 做出决定 不要太着急的做决定 我会看到很多着急的能量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让自己慢下来 尤其在面临这些选择的时候 对 尤其是因为你经历过了很长的等待期 所以会有一些迫不及待的那个部分出现 还有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如果说你正在 比如说沉迷于某一件事情 比如说减肥好了 你可能对自己说 我现在开始我要结识 我要对自己狠一点 宇宙在说不要对自己太狠 要好好的对待你自己 不管你沉迷于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会有结婚的迹象 会有那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还看到你们可能会回到学校去学习 那不一定是学校 可能是培训班 或者是去学习一些 你觉得你有热情的东西 你喜欢的东西 你的爱好 会有很多的机会 我不停的看见机会的进来 非常多的机会 OK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们看一看我们的财富能量 对 有可能你们会去海外发展 我第三次接收到这个讯息了 可能会去海外发展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不管是去海外 游学也好 还是你们的工作会被派到海外 或者是说你们 可能会跟海外的人打交道 我们看看我们的财富能量 宇宙在讲说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和朋友出去的时候 不要太 因为 就是会有一种 我应该怎么讲这个能量 就有一种好 这次我请客 然后等到下一次再出来的时候 好 这次我请客 你们会有一种 这个能量给到我 那可能是 特别针对某某几个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是我连接到你们的能量 那宇宙在告诉你们说 要 适时的去 管理自己的财务的部分 要适时 就是要合理的去理财 不要太 哥们一起啊 或者是 就每次 每次都是 你请客这样子 会有那个 就是大哥大大姐大的 那个感觉 所以 这个是宇宙想要叫我 传递给你的一个讯息 不管是谁在 就是觉得 有对应到的 你就把这个讯息拿走 那没有对应到的 没关系 我们再继续看 我们的财富能量 会很忙碌接下去 会有一个副业 就是你除了一份主业之外 你会去 去做另外一份副业 会跟另外的公司签合约 我看到合约 会有一个新的合约 可能会有一个 份新的工作的offer 如果你现在正在找工作的话 但是我会看到 你会有兼职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会去做某一份兼职 但是你还是觉得 会觉得对自己 不是那么的满意 就是你已经很努力了 可是你总觉得 那个钱还是不是很够用 对 因为你花的太多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花的太多 要适当地去理财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不知道谁在听 接下来的这个讯息 我得到的一个信念是 如果说你没有 请客 如果说你没有去做出这个行为 你就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 如果说你没有做这个动作 你的朋友可能都会离你而去 这个是你的信念 所以如果说有对应到的 这个信念的朋友们 你们要去做一下清理 能够帮助到你们 积累你们的财富 那你们的财富其实不会少 它会源源不断地进来 只是因为你们花的太多 所以你们不太会有积蓄 这个是我想要表达的 所以 OK 我来看一看 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给到我们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wound intention 你们有很多火的能量 awakening 有很多火的能量 所以我才会叫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 就是慢慢来 要看清楚 然后你再去下决定 不要一时冲动 不要一时冲动 当你慢下来的时候 你才能够去 看到你周围的花 看到周围的那些美丽 美景 delight freedom delight 宇宙在跟我说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你们其实很有创造力 你们知道 怎么样让你们 就是在灵感的世界里面 放飞自我 让你觉得非常的轻松愉快 那宇宙还是同样的话 要做到一个balance 让你自己 不管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还是你自己的能量方面 尤其是你的能量方面 你们会有一种为朋友两肋插道 哪怕朋友半夜给你们电话 你们都会接起来听的那个 所以要 让自己的生活达到一个平衡 这是在接下来的这几年里面 你们是需要去做的一个功课 那总的来讲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会觉得在接下来的五年里面 你们会有很多的 就是自己的目标感 自己的方向感 还有创造力 以及你们知道说 你们要接下去 会有很多的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我会建议你们稍微就是慢慢来去看清楚一点 那还有一些朋友你们会去学校去继续的进修 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去国外继续的学习也好 或者是深造 或者是工作 对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面 你们会内心会越来越自由 越来越轻松 喜悦 当你们达到了整个生活状态的平衡之后 对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个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 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